有嗎 開始 我現在看到了 有嗎 哈囉 還沒 有人嗎 有人嗎 兩個人 兩個人 唉唷 可是我這邊看不到 有耶有耶 18個人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要吃飯了嗎 今天天氣突然變很冷 我這樣真的看不到我自己 而且你網路很差 怎麼辦 已經有人進來了 對啊 好 我看不到留言 為什麼 我都看到 嗯 我在留言 不然你給我直接播啦 你這邊可以轉嗎 可以啊 嗨大家好大家好 我重新調一下腳架 等我一下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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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嗯 這樣看比較好 哇賽真的是超級無敵久沒有跟大家見面的 而且也 好啊我真的是好久沒有開直播 大家最近都在忙什麼啊 嗨 你沒有錯過 你沒有錯過 你沒有錯過就是現在 七點半到八點 八點半 為什麼眼睛紅紅的 不知道耶 我好像天氣一冷一乾 我就很容易眼睛紅紅 對啊又沒有睡飽 好今天很早起來 今天很早起來 然後就去工作 工作到剛剛 很想大家 超想的 好久沒看到你們喔 超想你們的 大家最近有吃海苔嗎 這個太亮了啦 可以可以可以 嗨大家好 OKOKOK 今天是泰國的四面佛生日 好OK 那就 來正式開始囉 今天是小老闆海苔的直播 然後就是 我的吃播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這個直播 然後可以找更多的朋友一起來看 好不好 我覺得那個燈有點亮 對啊 最近天氣冷了要小心身體喔 就是今天走到外面的時候 真的有冬天的感覺 其實是一瞬間的 昨天還很熱 然後今天瞬間就變超冷 大家有吃過小老闆海苔嗎 相信大家應該都是有吃過 爬山好玩嗎 爬山很好玩啊 但是我等一下再來分享一下我爬山 跟這次爬山的那個好了 的那個 的過程給大家聽 你不要一直轉這個燈啊 大家要記得幫我分享一下這個直播喔 然後這個是小老闆海苔的雙十一的活動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把小老闆海苔買起來 而且買起來之後就是大家可以去就是各大網站去買 比如說像MOMO PC Home 還有蝦皮 還有各大的通路 大家都可以去 裡面趕快狂購一下 好嗎 不能出國的時候 就只能用網路來買我們的小老闆 不然我平常 我去泰國的時候 我都會帶一整箱的那個 一整個那個 行李箱的小老闆回來 我真的算是小老闆海苔的忠實粉絲 所以大家晚餐都吃什麼呢 當然吃過啦 好啦我現在就來吃一下 我自己最喜歡的口味好不好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他們的辣味 他們的辣味我覺得 很帥氣 就是你會一根接著一根一直吃 我覺得這個 這個長條狀的這個啊 是非常好攜帶 這個東西 比如說你想要今天想要去外面爬山或是什麼的話 你帶這一根 然後就是它就會這樣條狀的 我覺得很方便吃 或者是你不想沾手的話 你可以把它撕開 然後這樣用擠的擠出來吃 我覺得這個辣味口味啊 如果你喜歡吃辣的人 真的是非常推薦 它很帥氣 就是它會讓你覺得 你在看書 或者是不管你在 不管你在看書 還是打電動看劇 你都會想要一根一根接著一直吃 這個真的很好吃耶 湯...湯...湯...湯眼口味是什麼 Dora你說你吃泡麵 欸我這次去山上 發現其實 那個小阿蠻海苔 它有個非常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就是撒在泡麵上面 就是你可以 比如說我上次是 我上次是帶一根這個嘛 帶好幾根這個 然後你就把它弄碎 然後把它那個裡面的那個 變成海苔 變成海苔 海苔粉的感覺 然後就把海苔粉 撒在那個泡麵上面 也超好吃 超級 超級 超級加分 辛雷說你還沒吃 你只吃空氣 超級餓 那趕快去吃飯啊 或者是 看人家吃播 其實好像也會吃更多 真的耶 這個海苔真的是會停不下來 好吃到一根接一根 對 撒泡麵超好吃的 很特別的吃法 嗯 算是 就是 融合了很多 不知道 我覺得去山上就是各種嘗試 然後你就會 就覺得很有趣嘛 反正把它架在一起也很好玩 然後結果發現很好吃 對啊原味的也很好吃 但我這個人比較喜歡吃辣 所以我覺得喜歡辣味的 因為我覺得辣味的會讓我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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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不停 哎唷 黑飯也不錯吃耶 對啊 我之後還要想說就是我要去買那個煮飯神器 就是山上不是有那個煮飯神器給人家鐵盒的便當盒嗎 然後拿去山上然後煮飯 然後再帶一個罐頭 然後再放在上面加熱 然後把它等飯熟了之後呢把那個罐頭淋上去 然後最後再把小小半海苔淋 就是也是一樣弄成粉狀的 把它弄在上面 或者是 或者是我們可以把它弄成海苔捲吃 我覺得也超好吃 欸小小半海苔真的是各種吃法耶 它不管是單吃還是你想要各種的加工 其實我覺得都非常厲害 我吃辣吃 我吃辣就很容易流汗 有啊有大片啊 弄成雞蛋捲怎麼弄啊 飯糰好像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小半海苔它比較口感比較偏脆 如果你把它弄成飯糰的話會很容易碎掉 對不對 我覺得你把它就是配在份上面吃就很好吃 或是單吃啊 其實我覺得最推薦的話就是 還是要單吃最好吃的 就是把它當零食嘛 嗯 越聽越餓 比較喜歡吃原味的 好了再來嘗嘗一口原味的給大家看看 嗯 你是不敢吃辣嗎晚文 辣味會很辣嗎 辣味 我覺得能吃辣的人 對能吃辣的人來說我覺得還好 但是不能吃辣的人 我覺得 一根兩根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沒有到很辣 嗯 泰式酸辣湯口味 小白才有泰式酸辣湯口味嗎 好像沒有欸 好像沒有泰式酸辣湯口味 你說的是東櫻公湯吧 對不對 辣味好像沒有吧 嗯 辣味好像沒有 我覺得小老闆海苔現在很方便 就是他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買到 不管是超市啊 或者是賣場 或者是網路上 好像連7-7都有 就是你想吃的話 真的就是可以到處都可以買得到 但我覺得 但我覺得這次小老闆就是 我覺得好像有點 好像賣太好了 我之前有去好幾間超市都沒有買到 像全聯啊 我去全聯的時候可能就剩一包 然後辣味就被人家掃光 可以留一包給我嗎 原地連小辣也不行 真的假的 嗨 肥肥 嗨 小辣湯海苔一包多少 我記得一包這個是一百 七十五 這個是七十五嗎 七十五 一百七十五 一一五 這個一包的是 這個長條狀的一盒 這個長條狀的一盒呢 是一百一十五 是一百一十五 然後我記得這個是一百塊 然後我記得這個大包的這個是一百塊 這邊有寫 像你看網路上的價錢有寫 這個盒裝的是一百零五 然後小包裝的這個 這個 是五十九 然後大片的呢 大片的呢 是八十五 我覺得都滿划算的喔 天啊連寶雅也有 你在寶雅也有看到這個小老闆海苔 這麼厲害 好猛喔 我覺得這個就是吃完吃完飯之後可以當零嘴的東西啊 很棒 好 好我現在要來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小老闆海苔呢 就是有推出了一個活動 就是推出了一個活動呢 就是 活動的方法是這樣子說 第一個方法呢 就是你要按讚 追蹤小老闆 小老闆海苔的粉絲團 然後並公開分享這個文章 再來呢第二個就是 在此篇留言區 標註一個好友 並且加上你購買小老闆海苔的創意照片 那創意照片要怎麼做呢 我來做給大家看 比如說 比如說 像我很喜歡海賊王好不好 很喜歡海賊王裡面的索隆 然後剛才又是一個綠澡頭 我就可以 學索隆 就可以學索隆拍照 你就是要拍一個創意的照片 然後上傳到那個粉絲團裡面去 超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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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拍這種很可愛的照片 或者是很有趣的照片 然後上傳到 就是一定要附上小老闆海苔喔 或者是你可以可愛的這樣子 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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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多一顆 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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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拿來當眉毛也可以 好像可以當眉毛 當眉毛 或是拿來當冰角 或是拿來當胡鬚 或是拿來外皮孔 都可以 都可以 反正看你要怎麼拍 都可以 然後上傳到 小老闆海苔的粉絲專頁 然後我們就會抽出一個大獎 給大家 上傳到小老闆海苔的創意照片呢 即日起至11月14號 我們將選出五位最有創意的得獎者 而且他呢 將可以獲得500塊的加菜金喔 大家趕快來參加活動吧 好不好 就是要越有創意越好喔 除了我剛這些之外 你們可以想一些比較有特色的 然後比較有趣的一些動作 然後上傳到他們的粉絲團 而且一定要上傳到 就是小老闆海苔的粉絲專頁喔 不是我這邊喔 是小老闆海苔的粉絲專頁 然後一定要按讚跟分享 OK嗎 不要挖鼻孔 啊 我知道我小老闆海苔 還有什麼罩片可以用 融融一下 我的名額有點太少是不是 好 嘴一半 這樣子也蠻有趣的 呵呵呵 阿 我想到一個 因為我很好笑 你不要 首先呢 首先呢 我們要把這個海苔 弄成小塊的 弄成跟你的牙齒一樣大的 大小 他很像缺牙 這個很好笑的 呵呵呵 呵呵呵 看你們還可以想出 什麼比較有趣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最好吃 最口感最好 最喜歡的 是這個 小片的這個 但是一樣辣味 欸 停不下來耶 太好吃了 然後也要選擇這個辣味 辣爆辣爆 阿良 阿良是怎麼做阿阿良 阿良的眉毛黏起來 阿良有點困難 還可以用什麼 還可以 恩 小片是不是很好吃 小片超好吃的 而且小片口感超好 超酥超脆 而且又超香 我的晚上吃海苔 我剛剛有吃一點點飯 然後再來配海苔 哇 哇 喝個飲料喝個飲料 喝個飲料 好啦 跟大家聊聊天好了 大家最近都在忙什麼呢 不會啦 我會把食物吃光阿 好像跟大家連線喔 可以直接跟大家連線 就是可以聊天 就是可以聊天 我來講一下我上去爬山好了 我這次去爬 我這次去爬的山叫做 武林四秀 然後我們是走一個單供路線 然後我認真覺得阿 大家千萬不要去嘗試 單供這件事情 我覺得單供這件事情呢 對所有人來說 其實都蠻難的 因為我們整整走了十八個小時 就從第一天嘛 第一天我們先到武林農場 晚上八點先到武林農場睡覺 他們裡面的一個山莊睡覺 然後後來我們早上四點 三點就起床 然後四點就出發單供 然後呢 大概走到晚上的半夜十一點才走出來 我覺得 對一般人來說 就是對所有人來說 其實這個 體能上的負擔都很大 因為到後面真的是靠意志力在走 因為我自己到後面 我也是靠意志力在走 因為我自己到後面 而且剛好我們的 其中幾個隊員呢 他們的那個 裝備 就是頭燈 他們也不是準備 電池也不是準備很多 因為我們還摸黑下來 我們大概摸黑了 總共摸黑的時間 大概有九個小時 因為上去摸兩個小時的黑嘛 然後下來是摸七個小時的黑 然後 然後其他人的頭燈就沒電 然後我就要把我自己的頭燈 借給別人 然後我自己用一個GoPro的補 那個GoPro的補光燈在那邊探路 然後那時候剛好又下大雨 然後又起大霧 然後 這整個 能見度其實真的是超級無敵差 我的能見度大概只有三步的距離 我就覺得 哇 千千萬萬就覺得 不建議大家去單攻 因為 就是既危險 然後又看不到路 然後 體能真的要練得非常的好 才能去挑戰單攻這個事情 一般人千萬不要嘗試啊 就是如果真的要去爬山的話 我建議先從陽明山開始爬起 然後不要看那個人家影片說 哇 我這個單攻好像很簡單 或是哪一座山很像很漂亮 然後名字看起來很可愛 比如說我們這次去的山 叫桃山 因為桃山聽起來很像桃子的山 那座山確實長得很像一個桃子 然後它的視野非常棒 就是整個360度的就是 就是環境的一個視野 就是你可以看到大壩尖山 可以看到雪山 然後可以看到池有山 就是附近全部都是百岳 很漂亮知道沒錯 但是 你上去呢 你因為它那個路是非常不好走 就是跟一般我們去爬山那個 步道是長不一樣 它是那種大石頭 然後會有很多的 很多的高低落差 而且我們中間還有經過有一些就是斷崖 就是有可能要 從三層樓爬下來 垂直這樣爬下來 你要拉繩子上去 哇我覺得 這個對一般人來說真的是 不太能負荷 但我這次有拍影片啊 我會盡快剪給大家 然後遍布足跡終於可以更新了 耶 耶 不然 我都在騎腳踏車 都沒有爬山的影片給大家 哇這次爬這個山 我真的覺得 算是耗盡我的體力耶 我鐵腿大概鐵了三天 然後隔兩天之後 我還要去上游泳課 我覺得哇真的快快掛掉 真的是腿 腳完全不是我自己的腳 對啊我覺得像家瑞說的 可以先去爬爬看陽明山跟象山 然後真的要考量自己的體能再去嘗試 真的不要隨隨便便去擺月 哈囉紐西蘭的粉絲你好 哈囉 好啊我趕快努力的剪出來 因為這次的影片我自己覺得 應該會蠻有趣的 雖然沒有什麼風景給大家 而且我去山上還有飛空拍機 但是我覺得在那種百月上面飛空拍機 好可怕 因為我超怕我的那個小飛機 我的飛機就是 就 兩根手上這麼大而已吧 就這麼大而已 然後我就很怕 因為山上的風又比平地大上非常多 然後我就操抱我的飛機 就這樣啾 然後我就 就不見了 而且那個掉下去我是完全撿不到的 那個掉下去真的是沒救 然後我就飛得膽戰心驚 而且我在飛飛的時候呢 然後有一大片的雲這樣飄過來 然後籠罩住我的飛機 首先呢我在我的螢幕上看不到它 然後我在肉眼也看不到它 我那時候真的超級無敵緊張 想說哇我真的失去它了 我怎麼辦 我就這樣噴了三萬塊 但後來好家在它有一個功能就是 可以直接自己回來 然後就只能按那個功能讓它自己回來 但是 因為它自己回來的一個缺點就是 它會飛到更高的區 它要定位 它要定不太GPS 比如說我那時候已經在三千三百公尺 它會飛到四千公尺上面 然後四千公尺上面 那個空氣會很吸飽 它會飛不太起來 它那個 那個飛機的聲力會不夠 然後就有可能會墜機 其實我覺得空拍機在山上飛真的蠻危險的 但是如果好天氣飛的話 真的可以拍出很漂亮的景給大家 我還沒有確認一下我的影片 我這幾天回來確認 然後看到時候就是我那時候飛的影片 我那時候好天氣有大概好了 大概 一到山頂上大概有十五分鐘的時候是 是好天氣 所以我那時候趕快飛了一下 但是十五分鐘後那個雲雨就飄過來了 然後就沒有拍到東西 希望那時候應該有拍到吧 雖然沒有到很大景 但是至少有一半的東西看得到 不知道那個小飛機可不可以幫我記錄下來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算是我 覺得 覺得 算是 最困難的一次爬山 感覺算是行軍的感覺 沒有在 沒有在享受爬山的感覺 所以我不太建議大家去彈工 就是一定要排好 拉比較長的時間 你可以好好的享受 山裡面的一些環境什麼的 好期待 我也很期待 可以趕快剪給大家看 然後這一次 變心他不能幫忙我 所以我只能靠自己的 自己來剪接了 所以完全要靠我自己 裝備不是都濕了嗎 裝備是沒有濕 因為我就放在背包裡面 因為一下雨之後我就放在背包裡面 然後 我用那個防水套把背包造出 所以背包是沒有濕的 裝備也沒有濕掉 可能有浸到水吧 欸不是 就是可能有點水氣 但是你就把它放在 防潮箱一下就好了 但是沒有濕 沒有濕 循序漸進 從枕頭山開始 從枕頭山 枕頭山不是山喔 嗯 怪怪的喔 這個是山嗎 嗨娃娃 嗨 嗯 澎湖 哇好長的日澎湖喔 好久沒有坐飛機 好啦我決定 現在 要來 煮一下我在山上吃過的泡麵給大家看看 首先呢我要把我坐著清空 嗯 然後開始 OK 首先要把我坐著清空 然後開始 來勾 好 記得不太用調 那就可以了 OK 你歪掉了 我真的覺得你不用調 我自己來 哇 這樣跟大家好近喔 這樣有近嗎 長好多痘痘 最近皮膚有點不太好 好 好 再煮後面吃 再煮一下我們的創意的 還有我們的創意的動 我手機靠 好 我再來宣導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次的活動好不好 我們這次的活動呢 就是在雙十一會有一個活動 要給大家 然後這個活動的步驟呢 你只要 你只要夠有創意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我們的現金五百塊喔 然後活動的步驟是這樣子 首先要按讚追蹤小老闆的粉絲團 好不好這很簡單的對 按讚追蹤小老闆的粉絲團 然後並且公開按那個分享 然後分享這個文章之後呢 然後記得在小老闆海苔的這個文章的留言處 標記一位你的好友 然後並做上你的小老闆 就是跟小老闆海苔有一些創意的照片 然後附上這個照片之後 就可以參加我們的活動 然後就可以抽獎 好不好 好 然後詳細的一些文章 我覺得在小老闆海苔也是可以看到的 這個活動呢 在即日起到十一月十四號 我們會抽出五位 最有創意的人呢 然後可以得到我們的這個五百塊的獎金 好不好 嗯 就是這個東西分享給大家 好 創意照片就是我剛剛那樣子的 就是譬如說 把海苔放在眉毛 或者是放在鬍子 或者是放在鬢角 或者是你想要拿來當劍 或者是鎖龍 什麼都可以 都會非常的 就是看你怎麼弄啦 看你怎麼弄你的創意 或者是像我剛剛把牙齒這樣子貼滿 這樣子一根一根一根 然後好像缺牙這樣子 也很好笑很可愛 對記得不要在我這邊留言喔 是在小老闆海苔的粉絲專頁 小老闆海苔 小老闆海苔 可以密一下大家嗎 對是在小老闆海苔的粉絲專頁喔 對對對小老闆海苔有說了喔 創意活動在這邊參與 大家可以點一下那個網址 好的 我們的水快滾了 等一下可以把我們的泡麵丟進去 就是重新回味一下我在山上吃過的 泡麵 加上小老闆海苔 而且我們那時候 哇我想到了 我那時候覺得 小老闆海苔真的是 超級無敵好吃 因為我們那時候走了 十二個小時 從半夜的四點 然後走到下午的四點 才吃到我們的第一餐 那時候真的好辛苦 我們從四點走到四點 才走到山屋 然後我們才在山屋 開瓦斯路 然後煮東西 然後那時候 從寶寶打開 看到小老闆海苔 就真的好感動喔 馬上拿出來 大概吃了五根 狂吃 真的是狂吃 而且小老闆海苔真的是 意猶未盡 很棒喔 好險有小老闆海苔 才能繼續六個小時 真的 爬四八個小時真的很累 因為我只有去 我第一次走這麼久 應該就是 大霸間山 因為大霸間山那時候 是可以在山屋上睡覺 所以 還不會到這麼累 然後那個是因為 你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要下山 所以你那個 感覺會特別累 而且它有一段路是 走一個下山 這樣支支行 這樣下來 然後你會覺得 這個支支行 怎麼沒完沒掉 因為那支支行大概有八十個 八十個這樣支支行 然後每個都有一個柵欄 你都覺得 我那時候跟我朋友 那個 陳世安 然後他就會 他那時候就覺得 我們是不是 鬼大牆 因為我們怎麼樣都走不出去 那時候真的 哇我們想說 請問一下誰是 誰是 現在場的是 有沒有童子尿 之類的 就趕快殺泡尿 然後來 驅一下血 不然真的是 哇 那下真的很恐怖耶 因為那時候 身手不見 首先那個燈 那個燈 大概只能照我們前方 山步的距離 然後 能見度非常的低 然後我們的四周 除了燈以外的地方 全部都是黑的 然後 那個下山的時候 每條 每個路都長得一模一樣 你就會覺得 那個 是不是鬼打牆 是不是 我們困在了 一個 一個結界裡面 永遠都出不去 怎麼走都不會出去 我那時候真的很緊張 很創 但還好 那時候GPS有告訴我們 我們還是有在持續的前進 所以那時候 還是比較放心一下 而且有看到那個 有看到那個路牌啦 就是有100公尺100公尺那個路牌 我才會相信我不是鬼打牆 不然真的會覺得 哇 走這麼久都還沒走出去 是不是鬼打牆 太恐怖 好了 我的麵已經好了 然後大家記得 要分享一下我的直播 然後就有機會可以抽三個禮包喔 分享現在這個直播 這個直播這個直播 你正在看的這個直播 然後就可以抽到三個禮包喔 然後就可以抽到三個禮包喔 吃播吃播 大家會不會覺得我們愛吃啊 好了 可以跟大家 close一點 好像太close了 放一下我們的調味料 小老闆來 拌一拌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上一下 我們的小老闆來 小老闆來 OK 大家想要上什麼口味的呢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辣味的啦 辣味的 好不好 但我上次是 我這樣子好了 我重新示範一下我上次吃的 比較尷尷尬的是 因為我放在包包裡面 然後剛好包包就把它都壓碎了 所以我就 這樣吃也是剛剛好 然後就來把它全部用碎喔 把它弄成粉狀 然後等一下就去灑在上面 也是超好吃 嗯 你看 現在已經 是碎碎的感覺了喔 喔呦 你說夢靈也來囉 嗨夢靈你好 你看變成海苔粉了 哇 哇 哇 看 看 我上次就是這樣吃 這樣吃 你覺得量不夠呢 可以繼續加 嗚呼 滿滿的海苔 海苔麵 你如果吃飯的話 其實也可以這樣子用喔 其實這樣吃也是很好吃喔 欸這樣子你看 哇 滿滿的都是海苔 嗯 哇賽 超好吃的 就泡麵原有的味道呢 你就可以加上這個 辣辣的小老闆海苔 不僅提味 也可以增加口感 因為小老闆海苔 脆脆的酥酥的 因為泡麵的口感就是 就是泡麵嘛 然後也沒什麼嚼勁 然後你再加上這個 海苔之後呢 會這樣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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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來吃給大家看 嗯 不夠 再加一包 欸 欸 海君姐 好像也可以煮個海苔蛋花湯 好像可以耶 唉唷 海產也來了 哇 煮個海苔蛋花湯好像不錯喔 我覺得一包真的不夠耶 可以加第二包 欸 欸這樣吃真的是超好吃的耶 我真的覺得大家可以 這樣吃吃看 想當海苔 唉唷海產 好久不見耶 哇這個是大片的 這是大片的 沒有弄那麼碎 好了 哇 滿滿的海苔麵 你看可以用這樣大片的耶 比較有口感一點 你看可以用這樣大片的耶 比較有口感一點 嗯 可以品嘗到大海的味道 太厲害了 哇 居然有一種鮮味跑出來 有種海苔的鮮味 你看 哇 哇 我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到 因為我現在吃的時候呢 嘴巴都一直這樣卡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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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真的很厲害耶 哇 好好吃喔 而且我剛剛加了滿滿的兩包 完全不會太多 你不知不覺就把它吃完了 真的 你看 最後一口 最後一口 最後一口海苔麵 滿滿的海苔 哇 太好吃了 哇 小班海苔 不僅單吃也很好吃 就算你想要加上什麼東西 就像剛剛 我看到有人說 把它加在稀飯裡面 也是一絕 然後不然像海君姐剛剛講的 或者是海苔蛋挖湯 或者是像海產講的 你想要當海苔也是可以 海苔怎麼那麼好笑 欸禮拜天我們要一起去錄影是不是 禮拜六 你好像也會來對不對 海產 水喔 可以到時候再來聊個天 直播一下 大家有吃過這個大片的嗎 大片的小小班海苔 東櫻公口味 真的假的 我沒有吃過東櫻公口味 剛剛卡茲聲音很大聲嗎 小老闆海苔有出東櫻公口味喔 有喔 你要不要去買點的吃去看 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嗎 好啦 海產有沒有吃過 禮拜天帶過去 禮拜六帶過去 好 好 帶海苔去 吃飽吃飽 這個大片的也是 很厲害 哇 小老闆海苔 而且你看 它薄的跟一張紙一樣 跟一個 絹絲一樣細 哇 而且它怎麼吃你都不會覺得 就是 膩 就是你可以一直吃一直吃 把它當零食 一直吃一直吃 吃不停 大家有看我最近去拍的那個東西嗎 就是 跟行政員一起拍的一個東西 然後那是剛好阿維導演 阿維導演就是跟我常常騎車的那個導演 然後他找我去拍的 我覺得而且這部戲呢 剛好又是跟佳奎哥一起 然後 我覺得在佳奎哥面前演戲 確實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沒錯 但是 還是會有點緊張 因為佳奎老師面前演戲 我會覺得 哪邊沒做好 哪邊又沒做好 就是 就會記太多東西 反而會有點 伸不出 伸不出手腳 但是後來跟佳奎哥聊了之後 他就叫我要 要 不要想那麼多 然後好好的去 做 做我平常 做我就是 不要想那麼多去 去演我 就是平常在家裡準備的東西就好 不要 就是有時候不要射線太多 然後就那時候就會比較放鬆 跟佳奎哥一起演戲真的很過癮 那是什麼名字 喔 叫洗津風雲 我覺得那時候看預告片的時候 覺得 哇好像什麼 一個什麼電影的 電影的預告片一樣 我覺得蠻厲害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海苔 跟我的臉一樣大 對啊我覺得 還沒看過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一下洗津風雲 嗯 那個主要是在倡導大家 不要 就是洗錢之類的 但我相信大家不會做這種事 還是要 還是會有人去做啊 就是還是要宣導一下大家 你看 哇 哇 好脆喔 有比較放開藕包 對啊 我就是 藕包是什麼 藕包不能當飯吃 就是該 平常該做什麼 就要像什麼 你要當個演員就是要好好的當 嗯 嗯 不能想太多 不能管自己好不好看 還是演什麼 就是要在那個當下裡面 而且我覺得這次的對手 凱莉 然後她也很棒 我覺得我們 私底下也做了蠻多功課 然後一起對戲 走戲了好多次 然後而且我最喜歡就是 有一場我跟她吵架那邊 我覺得哇 嗯 就是她有時候講到我的痛處之後 哇然後整個爆發出來的感覺 就覺得 好棒喔 好棒喔 演戲的感覺真好 希望之後可以再接到一些電影啊 或者是連續劇 然後可以趕快再有新作品帶給大家看 很像在吃洋芋片對不對 它這種口感根本就不是海苔 根本就是洋芋片的嘛 這太厲害了啦 這是什麼回事 小白還拿真的太厲害了 哇 哇你看 這辣味的上面 還有紅紅的辣椒粉 我會努力的 然後希望各大廠商各大電影 就是跟各大導演 然後各大製作人都可以給我機會 那我趕快去 繼續拍戲給大家看 當然我的經紀人 然後 辣味不會到很辣 我覺得它是一個 一般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一種程度 就是辣的程度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的 然後我們隨機抽獎的活動呢 只有能 只能抽出三位喔 分享這個直播的朋友呢 我們就會隨機抽出三位朋友 可以得到我們的獎品喔 這個現在我們在觀看直播 分享出去 我們剩十分鐘 趕快分享 趕快分享 我們就可以抽出三位 然後可以得到我們的小老闆海苔的一些 精美小禮物喔 孟明嘉是頭號粉絲 你好你好 分享的朋友們呢 我們等一下會放在 你說會放在我們的留言處 你說會分享的朋友們呢 我們等一下會放在我們的留言處 今天晚上十二點之前嗎 等一下 嗯 八點半就抽出來了 喔 等一下八點半就會抽出我們的 三位得主喔 所以大家趕快分享起來 好不好趕快分享 然後晚上十二點前 要私訊你 私訊我 等一下八點半就會抽出三位得主 然後抽出來的得主呢 要記得私訊我喔 好嗎 好嗎 欸這一直吃其實會辣耶 但這很好吃你看你整片塊被我吃完了 好的 又好我會努力接系的喔 我們現在八分鐘喔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想問呢 嗯 小老闆海苔的 官方 有來 唉唷 他很貼心的幫你們 放好了購物的網址 因為網路上買好像比較便宜 啊哈 大家有看到小老闆海苔官方網站很貼心 小編在那邊留言有看到嗎 那邊就是在他們給的網址裡面買小老闆海苔是最便宜的喔 而且又划算 大家如果很喜歡小老闆海苔的話 可以點那個連結進去裡面購買 就可以得到你們最喜歡的小老闆海苔 然後請上座以後這邊會有你的照片 嗯 就是網站上會有你的照片 然後小老闆海苔那個網站上面會有我的照片喔 然後大家可以頂去購買 然後可以順便看我一下 之後吧 嗯 哇小老闆海苔真的是一口接著一口 哦讓我現在有點辣 吃太多片 所以小老闆海苔有這個 長條狀的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方便 就是share給身邊的朋友們 就是大家這樣子 就是share給大家這樣 一人一根 一人一根 然後也非常方便吃 在這個疫情的時候呢 大家不用接觸到手 然後在外面就可以直接吃小老闆海苔 我覺得這個 算是非常方便的 小老闆海苔 因為它是一根一根的 然後我這次去山上的時候我也是帶這個去 然後我覺得很不錯 再來呢 我覺得 在家裡看劇的時候有沒有 可以吃這樣一片一片的 我覺得這一片一片的 因為它的大小跟嘴巴的大小其實是差不多的 然後你就會一口一口接著一口 而且它的每一個口感呢 其實都不太一樣 然後大家要吃過之後 才會找到你自己最喜歡的一個海苔 這個口感呢是比較酥脆的 然後這個口感呢 是比較扎實 然後也比較脆的 然後但是因為它的口感其實跟大片的 我自己覺得有一點像 它跟這個 這兩個其實有一點點像 口感是有一點像的 因為這個的口感是 就是它的吃法是比較不一樣 它是一大片嘛 然後這是條狀的 然後所以吃起來感覺也會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它們兩個都是非常脆 然後呢 這個小片的 它吃起來是非常的酥 很像炸過的豆皮 我覺得超級好吃 很酥脆很好吃 每一個都很好吃 但我覺得這個辣的程度沒有到那麼辣 我覺得這個 你不敢吃辣 然後又想要嘗試辣的口味的人 我覺得可以選擇這個 然後 我覺得比較辣的是這個 這個是真的蠻辣的 因為我剛剛吃完整整影片之後 我覺得它辣的程度就是 會一直累積上去 然後到吃完一整片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哇 真的太辣 就是真的喜歡吃辣的朋友們 可以選擇這個 然後不敢吃辣的朋友們呢 你可以選擇四分之一片或半片 因為這一整片嘛 你可以跟大家一起share或怎麼樣 一起吃 然後這個啊 就是我們的口袋零食 這樣子抽出來 就可以直接吃 很棒 哪瓣了 小老闆海苔 不管我們只要去泰國 就是一定會帶很多的伴手零食 小老闆海苔 你又哪瓣了 你有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粉絲 蛤 然後你要不要 哈囉 有一個很貼心幫你用泰文有翻譯的 真的啊 我來看一下 哈囉 你好我是來自泰國粉絲 嗨你好 但如果不會唸泰文 Sammadi Kap Sammadi Kap 有人問你有沒有 圈套有沒有第二季或第三季 圈套有沒有第二季第三季 恩...好像有聽 不知道應該是 就是沒有沒有這個消息 但是我會努力的接其他的戲劇 好不好 從別的別的地方 演其他的戲給大家看 有人說 跟你的澳大利亞的窮迷問好 哈囉 你好 Strong Wolf Strong...Strong 他是以為你是誰 嗨你好 西羅 肯定在踢足球 哈囉 我放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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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新磊 新加坡的粉絲 你好 你好 好嗎 謝謝大家今天觀看我們的小老闆海苔的直播 然後我再來最後面跟大家宣導一下 那個活動內容好不好 好 我再來最後的跟大家宣導一下小老闆海苔的活動內容 活動步驟呢 就是按讚 然後分享我們的粉絲專頁 分享小老闆海苔的粉絲專頁 然後呢 記得呢 在... 記得呢 還要公開這篇的文章的分享 就是你要按讚的這個分享 然後 還要在留言處標記你的一位好友 然後並加上小老闆海苔的創意照片喔 小老闆海苔的創意照片呢 要怎麼用呢 相信我大家 相信大家剛剛都有看到 就是比如說放海苔這裡的眉毛 比如說像是 這樣子 或者是當舌頭 或者是當病腳 當病腳 然後 反正 就是看大家可以怎麼創意怎麼弄 然後 越有趣的朋友們呢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 抽獎 我們的 500塊的加菜金 然後在我們的 11月14號 之前 就可以抽出五位得獎 五位得獎者喔 OK嗎 然後記得趕快 我們剩下一分鐘 趕快分享一下 我們的這個 直播活動 然後就可以抽出 三位 幸運的得主 可以得到我們的 小老闆海苔金魅禮物喔 趕快趕快分享 趕快分享 趕快分享 OK嗎 我再幫大家 hold一下時間 給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記得在十點之前 如果你有得獎的話 記得趕快私訊我喔 我會馬上回你的 OK嗎 Yeah Love you 我看到嗎 我們小老闆海苔 很貼心的 在那邊寫說 創意活動參與在這邊 就是 點他們的網址 然後記得按小老闆海苔 讚 然後跟追蹤小老闆海苔 然後還有在留言區 放上你的創意照片 好嗎 OK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小老闆海苔的各種吃法 就到這邊喔 然後還沒有吃晚餐的朋友們 趕快去吃 然後最近的天氣也變得很冷 也是突然間的雪崩式下滑的變很冷 那大家出門一定要記得保暖喔 好不好 不要著涼 千萬不要著涼 很想念大家 我也希望趕快有戲劇 然後有些活動可以跟大家見面 經紀人加油 經紀人趕快幫我接戲 大家趕快 如果想要我拍戲的話 趕快去蜜他 他叫嚴程浩 凡事他 趕快讓他叫他幫我接戲 太棒了 好啦 謝謝大家 大家晚安囉 如果喜歡小老闆海苔的話 好嗎 記得要去網路上購買喔 在雙十一活動的時候 購買的時候 是最優惠的喔 然後去 我們的各大通路裡面都有 有MOMO 有PC Home 有蝦皮 然後還有我們的Seven 或者是哪裡 很多通路都有賣小老闆海苔 然後大家趕快去 手刀買起來 好不好 OK 那今天就到這邊囉 掰掰 掰掰 晚安 很高興見到大家 希望 之後可以很趕快的 就是可以趕快 有活動跟大家見面 好不好 再見